現在我們訓練是很厲害的 非常華麗 被兩頭白金帶到前方 還用頭頂的方式把牠們頂出水面上來 其實金屯被牠們是哺乳類的生物 所以在海洋當中如果有寶貓出生 也會利用這種頭頂的方式 輕輕的推定牠的寶貓 將牠們頂出水面來換戲 現在馬布林各位很近 小心一點 哇 還好 第二排海洋有沒有被撥到水面 我們趕快先稍微把自己手面的相機跟手機保護好 不然這個白金脫水可能越拖越高 要稍微留意一下各位的位置嗎 哇 這個天使自然身為女生 不過他的力道看來比馬布還好才打了一點 所以以後不要小看女生喔 也不要欺負女生喔 好 那我們前面的來賓 等於剛才也被雪花撥到 你剛感受到裡面的水溫滿明的 比較低的溫度 這樣才可以適合白金牠們的生活 不然白金這麼胖的體型 這兩個角色可能會覺得很熱喔 好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哇 這個把布在前面連點牠的頭 非常的有趣喔 好 那其實呢 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白金牠們各個不同的生活姿態喔 都非常的有趣 游泳的動作很多喔 好 也是因為呢 牠們的胸襲啊 還有頸椎喔 都是非常靈活的 好 但是在轉個身呢 用這個頭下尾上的方式 跟大家搖搖牠的屁股 揮揮牠的尾棋 欸 早餐竟然一下子就吃完了 好 為什麼白金吃早餐這麼快速呢 因為其實呢 這個白金牠們嘴巴有牙齒 可是牙齒並沒有辦法 向我們人類進行取決磨碎的動作 所以白金通常在用餐的過程當中 食物都是用吞的 直接吞到肚子裡頭去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用餐速度算是蠻快速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牙齊老師 先被天使帶回前方的品牌去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牙齊老師 剛才呢 是騎乘在天使的背後 好 剛才有提到 他們除了寶寶生下來 會用口頂的方式 輕輕地幫牠們擰出水面上 來進行喚氣的動作之外呢 其實牠們也會用背部 拖著牠們剛出生的新生幼兒 這樣子才可以近距離地保護牠們 照顧這些生物的寶寶 好 在大海當中呢 才可以去避開其他大型的掠食者 順利地生存下去喔 好 那現在呢 好 可以看到這個天使 好像還捨不得離開牙齊老師喔 不斷地發出這樣不同的叫聲 好 其實在這個看台詞 這邊除了聽到剛才的尖叫聲之外 有時候像是小朋友的嬉笑聲啊 哭鬧聲 喔 百姓也可以發出來喔 都可以模仿出來 好 所以百姓有一個綽號 就是海中的金絲穴 在這邊呢就可以讓大家一同來見證了 好 那現在呢 這個衛食的工作結束了喔 訓練師呢也配合白姓在大自然的環境當中 所擁有的本能去設計這些動作 好 不過呢 接下來 餵食這個工作結束之後 就會讓整個空間還給白姓 好 讓天使跟法夫呢 可以繼續地去培養他們的感性 有他們自然的生活喔 好 那另外因為現在我們兩個 白姓都已經16歲了 對於白姓而言都已經是成熟的年齡 好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呢 以後可以稍微培養一下彼此之間的感情 或許來到海生館會有小排景 可以出生也不一定喔 好 那我們在這邊呢 這個白姓的衛食 在這裡告一段落 好 那我們 各位來賓喔 如果這個問卷裡面寫完的話 待會喔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工作人物身堂 好 那不過呢 在這邊要先提醒大家 我們等一下這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